歡迎收看明週時尚 其實現在的人常常在看電視或看大螢幕的時候 都發現女性真的非常的辛苦 如何保養著曼妙的體態以及美麗的肌膚呢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的女性可能是哀餓 甚至於現在有很多的女性比較健康的瘦身方法 當然就是做運動 所以像我自己本身可能一個禮拜就要去快走好幾天 然後做一些瑜伽動作 才能夠讓自己保持一個健康的體態 至於今天愛玲要為大家訪問的這一位 她真的是大家心中的女神了 因為她曾經演了一個非常經典的角色是士官長 沒有錯士官長但是擁有天使般的面孔 魔鬼般的身材 她是如何擁有如此完美的結合呢 先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前面的工作人員已經開始吹起口哨了 沒有錯今天呢就是我們的 劉湘慈來到現場 哈囉 愛玲姐妳好 真的看了連女生呢都會臉紅心跳 而且都覺得怎麼練出來的 真的 這個到底是做一些什麼樣的運動呢 其實呢我平常呢都會有上健身房的習慣 那健身房其實我不敢做太重量的訓練 會變虎背熊腰 會變金剛胖 對 就很壯這樣子 對 所以我會上健身房會做一些滑步機 那我很喜歡做一些現在其實大家 有氧的東西 對 那因為衣服越穿越緊 是 然後除了腿細長之外 我喜歡練臀部的線條 所以你說滑步機以外 有沒有什麼簡單的動作 你可以教給我們現場的觀眾朋友們 就是在家裡 他現在就可以跟著做的 有有有 現在網路上有流行一些 就是激勵訓練嘛 可以跟著做 那有個動作我覺得 大家如果撐得住的話 撐個30秒到1分鐘 會練出很漂亮的線條 30秒1分鐘 我先做正面 OK 好 然後它是這樣子 與肩同寬 然後它其實就是深蹲 然後手往上 抓平衡 然後撐住 對 撐住 那當然同時 它練了我們的大腿 還有臀部後面肌肉之外 也練了手臂這邊 所以我覺得 因為現在我覺得這樣 已經開始有點發熱的感覺了 對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訓練一些 局部的肌肉很好的一個動作 因為平常其實我們在生活當中 其實很難去運動到這一些肌群 所以呢 如果你有真的做這一些簡單的動作 只要能夠有持續力 然後耐性 天天的做的話 一定會有非常好的效果 想要擁有完美的體態 規律的運動絕對是不二法門 而香絲也分享了保持水嫩透亮 上進膚質的秘訣喔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就是 香絲它自己本身身材 我覺得真的是體態 讓大家覺得 看了就想尖叫之外 它的肌膚在近距離看 真的是晶瑩剔透 而且我覺得整個膚色很均勻 然後整個氣色 我覺得膚質很重要 就是呈現出最佳的狀態 那妳會做一些什麼樣特別的保養 或著重於什麼樣的保養 像有些人可能會在保濕上加強 有些人是天天敷臉 或者是按摩的動作 那妳比較喜歡或著重什麼 我覺得保濕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其實愛玲姐也知道 我們住在行業常常燈光啊 或者是外面日曬 雨淋 熬夜 工作時間跟大家很不一樣 所以我選擇保養品 是從它的化妝水到精華液 到它的乳霜 都有非常濃的多生態跟膠原蛋白 對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試用一下 因為我們背後其實就是我們 像是她自己平常喜歡用的 這些保養品 這款應該就是我們的精華液是不是 化妝水 可是我看它是膠狀的好特別喔 對 它非常特別 其實它看起來就是 很多的膠原蛋白在裡面 然後愛玲姐 妳可以試擦看看 它不是那種很水的水狀 但是妳一推開 它馬上就化成水了 就變水了耶 好神奇喔 所以它是很好吸收的 真的耶 而且呢 感覺上就是馬上就是水分 立即都已經瞬間吸收在裡面了 真的很厲害耶 那擦完化妝水之後呢 其實這一瓶我非常推薦大家 這是它的精華液 精華液了 其實我覺得這幾瓶應該就是微量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它的整個延展性非常的好 而且不年齡 因為很多女孩子其實 因為現在我們保養品到一層一層的上 就會覺得東西呢 月年呢 然後妳就會覺得負擔很重 可是好清爽喔 對 非常清爽 而且愛玲姐 妳可以聞一下味道很舒服 真的耶 很淡雅的味道 擁有陽光健康形象的香慈 愛用保養品也如其人 選擇質地清爽 淡雅香氣的精華液 除了幫皮膚補水 補營養外 更提升了皮膚的防護力 難怪香慈的皮膚 就算經過熬夜拍戲的滄廊 依然彈潤有光澤 也讓愛玲迫不及待想知道 香慈還有什麼護膚法寶 所以只有這幾個保養步驟嗎 當然不只 其實呢 如果平常比較累 真的是拍戲回來好累好累 那我就是會剛剛第一個 就是化妝水跟精華液的步驟 那如果時間比較充裕 那我就會做比較完整的保養 那接下來就是眼霜 眼部其實很重要 因為妳眼睛這麼漂亮 大家可能第一個看到妳的專注 是看到妳的眼睛 就不能讓它有疲累的 一些現象出現 對 除其之外就是也不可以有一些 細紋 暗沉的感覺對不對 其實它也很好推耶 對 那我覺得他們的這個眼霜啊 很棒的地方就是 因為其實如果說我們用的 太過營養的眼霜 眼睛周圍會去長一些 一些小肉芽 對 小肉芽 那它這個的話是清爽 但是又會讓妳保濕 真的很棒耶 而且一樣就是它感覺到 就是有那個保濕度 而且我覺得它的稠度也夠 但是不會太過 不會覺得太厚重 真的很不錯耶 然後最後這個呢 它是潤澤霜 如果說像夏天在冷氣房 或者是現在秋冬會比較乾 我就會擦比較厚 當成是有點像面膜的感覺 其實晚上睡覺的時候 是可以讓大家後敷一下 因為晚上如果大家還在開 所謂的空調啊 或者是有些人呢 可能會有廚師的一些現象 在房間裡面 所以你把它這個敷在你臉上 厚一點的晚上也有保濕的效果 真的很棒耶 我現在真的曉得 香慈它現在變得狀態 這麼的棒的這個秘密武器了 真的除了它自己本身的運動 然後呢 它的飲食 外加它的保養品 你看 這隻手有保養 這隻手沒有差保養品 有沒有感覺到它的顏色 它的膚質 光澤度 都完全不一樣了 對 真的很厲害耶 那我要再介紹一個更厲害的 還有更厲害 剛才已經很厲害了耶 這是新出來的那個潤澤 就是保養我們的唇部 對 像一個護唇膏一樣 對 因為像我本身唇紋 會比較容易 比較明顯 會比較太乾 會比較太乾 對 拍戲的時候 或是我們常常在冷氣房裡工作 都會感覺到就是可能 像我主持到一半就會覺得 我的唇蜜全部都被吃光了 而且好乾喔 對 很水 很水 很水耶 對 這裡頭是加了什麼 為什麼這麼的水啊 它其實也一樣就是添加 我們膠原蛋白跟多生態 所以其實同時 嘴巴也是可以照顧到 那艾琳姐這個就是沒有顏色的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覺得 氣色比較不好啊 我們就可以用這種 它是有淡淡的潤色效果 可是它的顏色看起來很紅耶 所以擦起來不會嗎 不會 不會 真的耶 它是一個淡淡的顏色 所以你看 如果擦在你唇上黑開來的話 其實就是你如果是素顏 或是淡妝的時候 擦一點點出去 你的氣色就非常的亮麗了 沒錯 真的很棒耶 所以你看 我們的室官長已經告訴大家了 天下沒有這所謂的寵女人 所有的女人都可以跟我們的室官長一樣 這麼的亮麗這麼的有精神 而且我們的狀態都是一百分的 所以我們就告訴大家 要真的是針對自己要多運動 然後飲食要正常 最重要的是用對的保養品 絕對會讓你一百分的美麗 就像我們的箱子一樣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艾琳姐 想像箱子般擁有天使般的臉孔 魔鬼般的身材 不論是運動 飲食 保養 都不能偷懶喔 女孩們看完最美麗 室官長的美麗秘訣分享後 想騙漂亮的你 現在也可以做到喔